一九九五年 我们在机场的车站 你借我 让我不想归完 那个背包 再满 纪念品和缓纳 还有摩擦留下了的图案 你的背包 背到现在还没了 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 前进不昏 它已收心我的汗 它是我牵扭上的指纹 陪它六年半 我每一天陪它上班 你借我 我就为你包吻 我的朋友 都说 它走得很好看 遗憾那时的地 与你无关 你的背包 让我走得好缓慢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陪着我负担 你的背包 对我尖重的伤疤 借了东西 为什么不问 你的背包 让我走得好缓慢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陪着我负担 你的背包 你的背包 对我尖重的伤疤 借了东西 为什么不问 你的背包 对我尖重的伤疤 对我尖重的伤疤 借了东西 为什么不问 借了东西 为什么不问 不是一两天 你没有想像 我尖重的伤疤 对我尖重的伤疤 和我尖重的伤疤 说 我尖重的伤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